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 而且到底它怎么个出处 到底有什么对策呢 人们现在最顶尖的科学家 也就是说是在观察 是在研究 也就停留在这么个阶段 但是今天网上出了一篇文章说 科学家预测全球性大流感已初见尼端 这篇文章是发表在 具有权威性质的科学杂志上 是5月11号发表的 是由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墨西哥的卫生组织 对A型流感病毒截止到4月底的情况 进行数据评估分析 建立模型研究之后得出来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就是目前的状况 是全球性大流感的早期阶段 他下的结论就是迄今为止的数据 与大流行的疫情的早期情况非常吻合 那文章里呢 说据估计墨西哥新型流感的病毒的致命率是0.4% 大家要明白哈顶尖的科学家这流感的致命率的的结果是估计出来的 他说与1957年的大流感非常类似 他特别强调说57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卫生情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那我想说他表达的意思就是真正的状况可能呢 会比57年时呢强很多 那文章呢 他又说说这一次流感估计是从2月15号从墨西哥发生的 研究表明这一次病毒还在蔓延着 目前正处于流感大流行的早期阶段 那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看到情况跟一般的季节性流感不同 所以人们应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他特别提到说 这一次病毒的流感的情况跟57年类似 但是要比较1918年的不如1918年的更容易传染 和不如呢 它的致病性那么高 这是他截止到现在分析出来的数据 但是呢 我们在整个跟踪流感的情况的时候呢 一直有个东西在说 这种病毒流感 它可以随时随地 它喜欢怎么变异 它就怎么变异 它喜欢怎么变形 它就怎么变形 而且这种变异 这种变形 起今为止是人掌控不了的 那在网上呢 出了一篇文章 原中共党校的高官说 镇压法轮功是蠢人干蠢事 说这话的人呢 说这话的人呢 是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 也就是党的理论的这个主要的干将 科研办公室主任叫做杜光 他在11号星期一的时候 接受大军 记者采访时说 中共镇压法轮功是蠢人干蠢事 这是毫无法律依据的迫害 是中国人的一场悲剧 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苦难 而且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着阻碍作用 他接着提到 以江泽民为首的当时的中共当局 对法轮功学员发动这场镇压迫害 是一场彻底的错误 他说把信仰问题扣上政治的帽子打压 把很多爱国者关心社会的人逼到对立面 把普通百姓当成敌人 这是极其愚蠢 而且适得其反 他接着讲说 这场迫害就应该被制止 专门为镇压法轮功而设的610办公室 应该立即废除 无辜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 应该尽早被释放 他明确说 他们本该就享有这些平等自由的权利 行使他们自己的这种权利就应该得到尊重 剥夺他们的信仰是非常错误的 而当年这场错误就应该立即被纠正 而他也明确表示说 作为当年也就是99年迫害法轮功的决定 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江泽民一人执意镇压 而中共的党内的上上下下都有大量人反对 杜光自己就是其中一位 他说反对镇压法轮功在中共的内部高层实际几乎是共识的 当年很多人都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蠢人干了蠢事 但是他也明确说 恰恰是中共的党的这种独裁的政权 这种体制造成了这场蠢事的发生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杜光回到十年前的情景 他明确说镇压是完全错误的 既违反了国家利益 也违反了共产党自己的利益 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对共产党自己是个沉重的打击 非常愚蠢 不仅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实际他是丧失民心 损害了自己的威信 迫害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这是党的理论的魁首们说的话 而杜光自己也提到一点说 让他没有想到的 而且非常吃惊的 就是在法轮功被迫害被镇压 这十年来啊 他说却越来感觉到力量越强大 而且在国内国外海外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力量 让他完全没有想到 那针对律师呢 国内很多律师现在站出来 为法轮功学员来这个维权呢 他在这一点上呢 他说非常赞赏那些律师所做出的努力 我们应该支持这种行动 而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件事情呢 他的结论是从法治法律的角度 还是从人性人道的角度来说 把法轮功学员关到监狱 精神病院里是个极端的错误 我问你 我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